嘿大家好我是SIM 嘿大家好我是蠢豪 今天這部影片我想實測一個全能 那這是一個巔峰賽 那我要實測的是光頭 如果帶這個中頭加12%的全能的話會如何 一個是隊友的信任加5% 然後搖擺人呢也可以加 中頭有加3.5 然後再來是接球之王 中頭也是加3.5 所以這樣算一算就有12% 那再加上光頭的40%的這個中頭 剛好呢這一場我們可以打一個空間陣 我這一場是完全沒有帶什麼 這個火鍋的特質全能 那籃板值呢是30 所以呢我的火鍋是10 然後彈跳40 就這樣 那我這裡還是要先稍微靠近一下藤真 怕他被蓋幫忙撿地板球 那這一球我想說會有人過來蓋我 所以我就沒有出手了 那藤真這個出手 哇藍板直接被對方花形秒掉 好那這邊先到二段後仰 那肯定必須蓋下來的 我覺得他的這個 二段後仰啊的位置 怎麼離我這麼近了嗎 還敢後仰啊我的媽啊 我完全沒被他騙了 他應該就是直接就按二段後仰了 沒有再就不假思索你懂嗎 所以呢才會造就這個樣子 而且呢他居然後仰到人比較多的中間點 而不是兩側 其實我後面發現啊 你要會玩一隻腳 你要會守一隻角色 你肯定啊 也需要會玩他 我覺得 像我玩仙道之後我就發現 仙道其實有些地方會被守住 那在遇到仙道的時候我就沒那麼害怕了 好在這個時間點呢 我們持續分球還不著急的進攻 那這個藤真干擾出手去 不過前面那一球沒進了 這一球進的機率 可能有 可能有 因為藤真畢竟有時候真的很鐵嘛 很難講 那花形在這邊這樣轉來轉去 你當你那麽烈焰飛鳳 我們再看一次 花形接球的時候 第一個要防他的是後仰 所以我就一直黏著他 那這邊再轉過來的時候呢 欸 想使出這個嫖妓倆 我那麽看在眼底直接沒收 因為我自己玩花形啦 偶爾也喜歡用這一招 所以呢我當然知道他全部的 這個進攻模式 那你只要知道對方的進攻模式呢 你就大概知道該怎麽防守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下一球 下一球仙道這邊一個突破之後 又一次二段突破啊 我的媽呀 這個仙道啊 直接停在那邊盾了一下 還說 好像是說 欸 你來 你來蓋我啊 你蓋 任你蓋 啊 就是大概這種感覺 我都不蓋他不知道蓋誰咧 真的是 他的隊友都升七七七噗噗啦 我覺得這個仙道肯定不太熟練 呃 這個手仙道應該沒有我高 哼 那這球仙道離我有點遠啊 籃板還好櫻木飛過來搶下這個籃板球 那你可以看到我一直站在啊 湖頂的位置或是三分線附近 我就是想要中投啊 可憐我一下吧 我有大空檔啊 可以啊 我前能帶很好啊 讓我中投一下吧 那現在的比數呢 來 哎呦 現在這個 對方的花形直接變成綠尖了是吧 那這個空位出手 居然沒進 不過還好 被櫻木 補著進去啊 我當時啊 就想說 欸 趕進了 看靠北 12%的加成 不過如此嘛 我的確是接球兩秒內出手啊 我們再看一次剛剛這分球 這分球分出去 這個時間點我就要跳 那當然我晚了一下 晚了一下就蓋不到 但如果那個猴子耍詐使用慢扣的話 我可能就蓋得到 但快扣的話 我就稍微失智了 沒蓋到 那我這邊自己走過來 再嘗試一顆 但是應該超過兩秒 隊友可能想說 靠北 在衝他小 欸欸 我有機會 我有機會啊 啊 三分球 啊 可惜 你可以看我現在呢 是很想要投中投的 我要測試一下這個前能嘛 對吧 但是要給大家一些交代 欸 這邊這邊 靠北啊 我又失誤了 哇 我的鍋 我的鍋 趕快跟隊友說我的失誤 還好我前面蓋了幾球 不錯 好 自己講 這樣隊友應該不太會想要責怪我 哇 這邊這個空位中投居然沒進 那花形肯定尷尬 那這個火鍋被蓋下來 不過沒關係 跟隊友說No mind No mind 沒關係 先到這一球 我已經盡量卡住了 花形想要幹什麼東西 啊 這種嫖妓倆我也是想到了 好不好 因為我有時候玩中鋒也喜歡這樣 突然直接拔起來灌籃 那這一球 巨 漂亮 哎唷 好像可以喔 其實也不太行啊 目前看起來明明就三中一 但有兩球受到干擾 不太能算 那這邊仙道一段後仰被我猜到 我相信接下來都由我出手應該沒關係 那對方花形直接氣憤大師 氣起來 生氣氣噗噗 我這邊已經站好位置 我在等球啊 哼 生氣啊 這個花形 氣噗噗啊 氣憤大師 哎唷 花形轉戰綠尖 綠尖來啦 直接進入一個Zone 捨我其誰的領域 我跟你講 我有時候也會打到那種 就是明明已經輸隊友一直不投降 但是呢 我呢就是一把球做給隊友 就覺得 好算算你們愛投給你們投給你們自己投那一種 因為隊友不投降嘛 那他就想玩嘛 所以我就一直把球做給隊友 那這邊仙道開個大招沒擋下來 擋下來的話就帥了 好了 那接下來真的算是一個測試時間 因為畢竟這個對方感覺無心打球 我一直要求 大家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啊 藤真 我沒一直要求啊 你是泰國蝦 好 先到這邊 這個後仰被我猜到 二段後仰 但很可惜 居然沒蓋到 如果說我帶五級投籃封鎖 我剛剛那肯定蓋得到 我這一場是沒有帶投籃封鎖的 我完全是帶一個中投啊 你可以看 帶中投而已 前面都蓋得嚇嚇嚇 真的 這個火鍋的特質錢全部帶出來 那還得了 終於有機會 第二球去 可以啊 現在二中二 愛心比起來 愛心比起來 來來來 綠尖來了 綠尖 籃板交給你了 櫻墨 我已經站好位置 傳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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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 傳給我 傳給我啦 靠邊啊 傳給我啦 拜託啦 不傳給我 哦 水哦 摸掉 猴子這邊給我大招 完了完了 來不及了 來不及 直接被扣進去 不過算了也沒差啦 反正我現在一心 只想幫各位觀眾 撤出我這個鐘頭前能 到底行不行 不要再被蓋啊 我要鐘頭啊 哇 剩17秒而已啊 我只有兩球鐘頭 那這邊直接吃掉櫻木的大招 給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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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個鐘頭 第三球 GIN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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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這看起來命中率是60% 有哦 有感覺哦 有感覺余樂哦 那以後大招還特地不開 那這球撞掉 快快快 Cu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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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氣憤大師 為什麼他直接變綠奸 這個魚鐵熊法官 這個未來的魚鐵熊法官 感覺起來應該是要改名字 畢竟他這個名字 人見人怕 惡名昭彰 以前就聽過 這不少 魚鐵熊法官的傳聞 那我也是遇到他蠻多次的 真的是 很容易 真的他就變氣憤大師 我真的覺得運氣很好 運氣這超好 哎呦他在我對面 嚇死寶寶 爸只我下一場巔峰賽就跟他同一隊 還好我們贏 真的是一言不合就氣憤 雖然說剛剛那個仙道 的確是猜拳的技巧看起來蠻爛的 沒什麼在佈局 那就不停的二段被我看到 二段都被我看到 一段也被我猜到 但我覺得 只能說剛好遇到一個比較驚艷的防守者 老黃賣瓜自賣自誇一下 但是真的是因為我玩了仙道之後 我才知道仙道是這樣蓋 仙道這樣蓋 你知道嗎 當你會玩一個角色 你就會知道怎麼去防守他 就像花形 花形的那個飄技兩 有時候真的會騙到人 但是我就已經設定好 你看他一球這個接球直接灌籃 然後一球這個走路上籃 我腦袋裡其實就已經儲存著這樣的進攻模式 所以我當然也會去注意這樣的進攻 那要防守下來呢 當然就比較輕鬆多啦 好啦那今天這部影片希望呢 給大家一些建議 不要使用這套潛人